今天來到廣播道 又重臨廣播道 有什麼要做呢? 就是去香港電台 受訪問 沒錯,今天香港電台 邀請我和Heyman 他都在拍攝 好啊,多拍攝也好 大家都知道 現在這個時候 很多做音樂、做表演的朋友 都不知道有什麼要做 所以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香港電台就訪問一下 我們究竟 看看我們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待會進去看看 可能裡面拍不到的了 我出來再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有什麼感受呢? 這條路就叫做廣播道 這裡除了是豪宅之外 也叫出名的有錢的豪宅 就有兩個電台在這裏 一個商台,另外就是港台 唉,真的大件事了 不知道會不會有段時間 現在拉著很重的東西 還要走一條斜路 原來我們落錯了 在這個 香港電台的電視大廈 應該我們要去 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另外一個部門 走前一點 不過這條是斜路 我們拉著很重的東西 很慘 哇,幸好有他幫我拿下半條路 如果不是真的要命 好了,到了 香港電台 哇,終於到了 終於到了 沒錯啦 鼎鼎大名的香港電台 第一台 是香港人的電台 香港電台 等一下做訪問 嘩,聽了這麼多年 這個香港電台 真的未來過它的總部 究竟有什麼東西看的呢 不如拍一下吧 一進門口很多獎座 嘩,好可愛喔 這裏 這是什麼來的 1930年至80年代的麥克風 好可愛喔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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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機 這些不用說 60年代 半導體桑機 70年代 嘩,這裏是什麼 50年代 這麼大的桑桑機 整隻M 即是誇張 嘩,厲害 進來的心臟地大 有麥克風 開始錄音了 很棒 有些緊張嗎 沒有啊,很開心 很開心 多謝你邀請我們來 是呀,多謝你 雖然因為疫情 我們押後將押後 哈哈 很棒 要怎麼做呢 你要教我們 你們現在在Live 不是不是不是 我們要拍片 剪片 好啊,好啊 好啊 喂,終於都做完那個訪問了 剛才原來是普通話台的訪問 是呀 講普通話 就是哩哩哩 不是很習慣 但是呢 就是我們講到那個精神出來 就是他現在訪問一下 我們香港做音樂的人 究竟有多黑苦啊 多找不到吃 是呀 然後他這個節目做了三年 三年得出結論就是 香港人在音樂路真的找不到吃 真的 但是我又覺得這樣看 就是我賣的賣點 就是除了音樂之外 我們是很講求那個氛圍的 現在呢 那些人就是 玩音樂 希望可以抒發到他的情感 或者可以抒發到他不開心的東西 對不對 是啊 那我們的派對 或者我們的活動呢 其實我就是想你們來到 用音樂這個導體呢 就是這件事 去抒發你自己不開心的東西出街 嗯 是不是 所以呢 真的 無論在街上也好 或者在酒吧裏面也好 或者在不同的活動裏面 看到我們呢 我們想給少少老土的說句 都是這樣說的 給少少正能量大家 讓大家笑一笑 回去舒服一下 抱歉不是少少 是你見到我們這樣 一定是很開心 是不是 一定是 不是有時候我搞哭人的 但是 那你又壞一點的 不是 但是搞哭人 哭完之後都會開心的 是嗎 感動到哭的是開心的 開心的 來啊 加油了 我們繼續努力了 不要放棄 不會啊 因為有電台訪問我們 大賽嗎 很厲害的啦 有哪個音樂人有電台訪問啊 真的 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